你觉得她们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没有问清楚她们 没有考虑过我女朋友的感受 之前的 她还是那一点 就是她遇到冲突 她会本能地回避 回避行日 她回避 就是她不用说不喝酒 然后她就会绕过去说 既然你不让我喝酒 但是我怎么样让你不知道 我就喝一点 她不会说 你不让我喝酒 为什么不能喝酒呢 她不会直面那个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越多 她越多 然后大家就会说 你不要躲了 你要去直面 所以就是刚才那个 虽然中心说得很好 就是说你就是愿意在家 那我如果天天叫你出去玩 你愿不愿意 你再试探她 就假装自己要出去玩 然后问她 结果人家真的符合你了 你又觉得 你在骗人 就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关系都是相互激发的 然后她的这种 会激发女人的征服欲 她越躲 女人越要征服她 来证明你就是非常讨好 然后那个男生呢 越想躲呢 就是引发你越进攻 然后这种关系 就会走向一个 非常没有办法去 好好地相处 回避情侣它有一个特点 就叫我先答应吧 就是你的一个习惯 我已经看出来 这个习惯会有非常地 后患无穷 就是当她说 你一滴酒都不能沾 你喝酒我会非常生气 你就 哎呦 要不答应 她又要生气 那先答应吧 取下了一个 在表层看起来 不够负责任的承诺 你可以默念几个句子 以后你要在感情 或亲密关系当中 把它变得你的心口都缠 叫我不要 我不喜欢 我不愿意 你要多默念它 你要把它 当你的心再跟你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时候 这句话要先出现 那我说了这个话 她生气了怎么办呢 她生我气了 她不跟我在一起了 怎么办呢 直面她 我们要去表达情绪 但不要情绪化地表达 在男女相处的时候 有两点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是真诚 第二是魅力 真诚是什么 不玩套路 不玩技巧 第二是靠魅力 男人不是追来的 女人也不是追来的 是魅力彼此吸引来的 才华 幽默感 能力 荷尔蒙 这都是我们魅力的来源 这是我们能够 吸引对方的来源 但这些来源里面 不包括卑微 不包括主动上交手机 不包括先说 我想99%的时间 黏着你 最应该做的事情 在亲密关系当中 形成的是 是独立 自尊 并且能够散发 吸引别人的那种东西 而不是先把自己放低 谢谢老师 对于老师给我的要求和建议 其实我感受蛮深的 首先就是对待感情当中 就是不要那么卑微 然后其次是 就是对待感情要 真诚一点 和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有一些要求的话 要和对方进行一些沟通和了解 大家好 我叫尤正瑞 今年27岁 来自山西 我喜欢活不开朗 爱唱歌 爱听歌的女生 如果对我感兴趣的话 请与我联系吧 现在是一个人的 好多一个人的